而且他們不明白 我看他們對特朗普沒有什麼辦法的 中國共產黨 不是說他不說 他摸不通 因為他又不是政客 他又不會學那些奧巴馬的律師仔 用口說就當做了 特朗普這些人是現實主義 他又是來的 做空軍一號這麼貴 沒有人做了 是這樣的 是不是 這個也是不容易的 你跟小子會計算到一個人的 沒有人搞的 這麼貴 別人就不會這麼想 別人說多貴 國家錢 那些人經常越貴越好 對嗎 你比共產黨越貴越好 我威風 但人家可以立刻抓你 沒有人搞的 這麼貴 你不管他斟還是搞的 他也是一個生意人 即是說他生意人想的事情 他都自然擺放在自己的日常行為 就算國家錢也是 你沒理由找個笨拔 等於如果梁振英 或者林鄭月娥財政司那些有香港人的心 一整個高鐵 不要不包頂 不要搞什麼合同 第三跑道搞飯 不要弄得行不行 有沒有別的辦法 他不會這樣弄的 他有個心的 特朗普起碼都是有個心的 說你這麼貴 不要弄得行不行 他自己用都不弄的 他是很自然會表態的 至少你感覺他的人都是為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看 對嗎 你很細節看到的 他是這樣的人 如果他是這種人 他會每次計算的 所以他一早就說 不要弄了 我們美國撤軍 不要弄得行不行 是不是他會說得明白的 軍費很粗 是不是 要錢 但是你不肯知道後著 他說撤軍 我台灣我又撤軍 到處撤軍 但是他不肯是 不是的 他跑了去日本的軍艦 大哥 派了國防部的人 旺培又跑到夏威夷 最後我是撤軍 年輕人 不過你多賣些工具給你 你去搞 又找你撤軍 是不是 他是這樣計算 你看不看我的跡象 他就說撤軍 共產黨就撿到隔壁東西 讓他開心 DDP又退出了 不再回亞洲 他不再回 他只是在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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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就找隔壁出來 進亞洲 看不見 你看不看得到 找印度人進亞洲 對不對 要不然怎會 叫做台灣總統 你真是傻 你突然睡覺 打個電話 叫人做台灣總統 起碼想想了一個星期 開了聯會 我覺得對不對 會不會無端端特朗普 真的突然說 迫斯敦督打電話給蔡英文 當然不會 蔡英文也不會無端端打電話給他 是不是 你起碼想了很久 這個電話一定要打的 有安排的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他是撤出亞洲 美國兵撤出亞洲 但是你們的兵在這裡 就可以了 我給你一架工具 我當時養 等於我叫你 香港政府說 五間補光師 我租水炮車 我當時買的 你知道嗎 這樣 因為 你 會 我 像